海贼王,那美喜提宙斯,天后棒画身心孤榜!成为天气之神! 海贼王1015话更新,本话之中陆飞得救的消息令我们开心不已,虽然这对于白眼王陆飞来讲这是常有的事,而除此之外,另外一件事似乎更能让乌龙君觉得有意思,那就是获得了生命的天后棒,而通过剧情不难发现,这个生命就是宙斯了。 而宙斯,天后棒的组合,基本已经可以确认,天气之神已经诞生。 M.O.E. 天后棒 首先,我们来确认一下,天后棒是个什么东西。 天后棒能够释放出冷、热、电三种不同气泡,从而借此能够小范围地制造天后的力量。 像是用天后棒制作雨水天气、大雾天气、冰雪天气,并可以通过乌云控制雷电。 不仅如此,天后棒还能在末端释放压缩的飓风,造成冲击的假象。 简单总结一下,那就是天后棒之前的能力就是一个小型的气候制造机器,什么雨水大雾,什么雷电大风的都是可以控制的。 如果说你和纳美是在一个相对小的空间的话,那纳美绝对就是这个小空间的天后之王。 所以,我们也不难推断出来,对于天后棒来说,目前唯一的弱点就是范围和威力太小。 M.O.R. 霍米兹 在说完天后棒之后,我们再来看一下宙斯,宙斯是个什么东西。 它的原型本是一朵雷云,通过大妈灵魂的加持,宙斯这朵雷云获得了意识,成为了大妈的霍米兹。 而至所有宙斯能够获得这么强大的雷电之力,便也就是因为曾经的它还是雷云的雷电之力。 所以说,宙斯这个霍米兹真正的力量其实并不是什么雷电之力,而是加强灵魂附身之物的力量。 M.O.R. 天神之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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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在第二部分中,我们也得到了一个结论,那就是宙斯作为大妈的霍米兹,是能够通过附身,增加所复制物力量的。 M.O.R. 天神之力 如此说来,现在的宙斯已经附身到了天后棒的身上,那是否也就代表着,那美现在的天后棒已经具备了控制大范围天气的能力。 M.O.R. 甚至如今的宙斯也不再仅仅是雷云了,而是一个能够通过控制天后棒,不仅能够使用天降神雷,还能使用破天荒的飓风。 M.O.R. 不知道这个时候大家想没想起来什么? M.O.R. 没错,就是陆飞的老爹龙,对于龙的能力,我们了解到了也就是控制天气,只不过它的范围比天后棒可是不知道大了多少倍。 M.O.R. 而如今,天后棒的能够也一样得到了扩大。 M.O.R. 那岂不是在说那美基本就能够等于另一个龙了。 M.O.R.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M.O.R.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M.O.R.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M.O.R.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M.O.R. 再见。